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562集,《玄罗大天尊》 王林后退肩膀,身处星空,连续两步就站在了那巨大的幽冥兽背上 这幽冥兽在王林之前离开后,其身子就融入星辰,一片虚无,使人无法看到 此刻幻化出来,王林站在其背上,面色苍白中,盘膝坐下 忍着体内阵阵伤势引动的剧痛,睁着眼睛盯着五行星 在看到五行星上没有丝毫变化后,王林知晓,对方不敢去赌 实际上,就算对方去赌,王林也有脱身之法 他还有李广公,尽管并不愿此刻就用 但若真到了危机之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 此番五行星之行,王林虽说受伤,但收获也是极大 眼下右手抬起,在身上连续点了几下 压制体内剧痛,随着那幽冥兽,缓缓地退后 渐渐离开了这五行星所在的星空,出现在了昆虚星域内 那马兴老者,好强的羞,甚至理智掌尊都要强盛一些 此人就算是没有真正达到空节,也一定是经历了数次玄解 还有那高塔第一层内,居然没有人,而是一套铠甲 这归宜宗修世神通,恨是鬼 竟然是借助铠甲之内 那第一层的铠甲,很有可能属于马兴老者 若真属于他,那么他穿上铠甲后,又会达到什么样的修为呢 王林目露沉吟,在王林离开之后 那五行星上,马兴老者面色阴沉,始终盯着天空 他内心犹豫不定,在出手与放弃之间徘徊 他不确定王林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后手 但是对方显然明明知晓此地危险的情况下 仍然敢来,仍敢从自己手中强行索要那血剑 这一切都足以表明对方是有备无患 陈吟中,这马兴老者双眼露出寒光 他站在那里,四周一片寂静 那穿着双形铠的老者,此刻不敢发出丝毫声息 恭敬地站在那里 还有四周那来自第五层至第七层的三人 也均都是恭恭敬敬 对这个马兴老者很是畏惧 至于那归宗的骄子,云一风 站在马兴老者旁边 抬头看着天空,沉默不语 你怎么看,许久,那马兴老者忽然开口 其话语尽管并未指出是对谁说 但此地众人呢,却是只有那云一风 目露沉吟,缓缓低于情 晚辈不信,那天刀能通过等 天刀此物,师伯当年找到了一些线索后 我追寻而去 这些年来,虽说没有任何发现 但也摸索到了一些猜测 天刀已然分裂 眼下此子尽管掌握 但绝对不完整 一个不完整的天刀 或许可以吞众生万物 但对于那些修为高深之辈来说 他吞不下 他此行来这里 应该是从其他地方 知晓了我们并非洞府界之羞 逢此寻找第三魂的关键时期 他因顾及我等力量 故而此来就是要把我等从暗处逼出来 他知晓了我们的一切后 方可以此制定计划 当然,这些只是晚辈的猜测 若真是这样 死人倒也是个人物 云一方目露沉吟 缓缓开口 应该就是这样了 此人除了天刀外 还有后手 所以他才敢从容而来 那马兴老者目光一闪 收回看向天空的目光 在身边其余之人身上一扫 神色阴沉中 大羞一耍 正要转身回到那高塔内 但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平静的声音 在这五行星天地间 骤然回旋而起 方才 是你们说道古一脉 皆是茫荒野人 在这声音出现的刹那 马兴老者忽然神色大变 双眼瞳孔猛地收缩 冷汗瞬间就从额头觅出 这声音尽管平静 但却蕴含了一股 让人心神轰鸣的颤抖 不但是这马兴老者如此 那云一风更是神色大变 身子刹那一动不敢动 还有那四周三人 也同样身子一颤 眼中瞬间就被恐惧弥漫 至于那穿着双形铠的老者 更是面色直接惨白下来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那声音传入这里 一切人的心神 化作一股恐惧 从他们体内疯狂地爆发出来 这股恐惧啊 足以摧毁他们的一切生机 那三个中年男子 直接喷出鲜血 身子一晃 轰然间向后倒卷 似有一个无形之人临近 一掌将他们拨开一般 天地色变 风云倒卷 一层层拨纹回旋间 一个模糊的身影 在那天地中出现 一步步向着大地走来 这身影不高 但他的出现 却是让这大地颤抖 让这五行星似要崩溃 让一切众生 全部陷入无法自拔的恐惧 似在这身影身上 存在了让生灵淡灭 让苍穷粉碎的力量 他的出现 整个五行星 一片死尽 就连那天空上的太阳 也都刹那消散 方才 是你们说 在鬼仪宗面前 道古一脉 都是杂野之羞 冷漠的声音 从那模糊的身影内 再传出之时 那身影脉步中 在众人根本就生不起 半点反抗之意的刹那 来到了那穿着 双形铠的老者身边 其右手很是随意的抬起 一把就捏住了 这老者的脖子 这一切太快了 更有那惊天动地的威压存在 那穿着铠甲的老者 根本就没有丝毫闪躲 与反抗的资格 此刻被掐住脖子 立刻痛苦地想要挣扎 那模糊的身影 右手轻轻一甩 轰轰之声回荡间 这老者身上 那强悍的鬼仪宗 双形抬甲 脆弱的如同纸片一般 轰然崩溃成碎末 被风一吹啊 立刻消散开来 方才 是你说的 那模糊的人影 抓着没有了铠甲的老者 将其身体直接拉近在了面前 冷冷地看去 这一幕 看得那马兴老者双腿颤倒 眼中露出从未有过的惊恐 不仅是他 那云一风同样如此 大天尊 马兴老者身子抖动 嘴唇发颤 能如此轻松随意地毁灭他 闺一宗铠甲 如此霸道的质问 有关对盗谷一族不敬之事 唯有一人 全罗大天尊 马兴老者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亮强 后退竖步 眼中的恐惧 已然滔天 你还认得老夫 那模糊的身影 传出平静的声音 落在那马兴老者耳中 让其心神再次震动 连续退后 这马兴老者牙齿颤抖 他望着那模糊的身影 此刻清晰地辨认出 这种模糊 并非是法术神通造成 而是一种独属于九阳的威压所致 在仙刚大陆 传说中的九阳 除非是同族 亦或者是同宗之辈 否则外人很少 可以知晓他们的相貌 修为之间巨大的差异 再加上 那身为大天尊的奇异气息 可以让九阳的身影模糊 若不想让人看清 那么即便同为九阳者 也很难彼此看到 对方的真正相貌 更不用说眼下 这群在旋逻眼中 脆弱如同蝼蚁之辈 在其话语传出的刹那 玄罗右手轻轻一捏 轰的一声回旋天地 那失去铠甲的老者 其身体骤然崩溃 化作一片血肉 消散在了玄罗手中 如此随意便杀一人 玄罗右手一甩 自要把其上沾染的死亡气息甩掉 转身目光在此地 其余人身上一扫 随着其目光扫过 所有还清醒者 纷纷心神一颤 除了马兴老者 与那云一封外 其余人纷纷双腿一软 骑骑跪在了地上颤抖起来 马兴老者紧要压关 强行让自己能站稳身子 但双腿的颤抖 却是让他已然达到了 能承受的极限 那云一封面色一片苍白 斗大的汗珠不断的密出 瞬间就把衣衫静透 在玄罗的目光扫过中 这云一封心神轰轰 仿若整个天空压在他的身上 让他不得不跪下膜拜 但他心中的骄傲 却是不允许他去跪下 此刻颤抖 其体内发出砰砰之声 仿若全身血肉骨头 都在挤压一板 你这小娃娃倒还不错 玄罗大天尊 背着双手站在天空 目光扫过后 重新放在了那云一封身上 在本座的威压下 还能坚持 很难得了 可惜你不是本尊盗骨一脉 可惜呀 旋罗轻叹 目光从那云一封身上收回的刹那 云一封喷出一口鲜血 再也无法承受 砰的一声跪在了地上 那马兴老者又坚持了树西 面色苍白中苦笑 放弃了抵抗 他知道 再抵抗下去 自己必死无疑 神色暗淡 跪在那里 一动不动 还请大天尊 看在贵宗大长老的情面上 让我等离去 我等立刻离开这洞府界 承诺永不踏入 旋罗大天尊 右手抬起 向着那高塔第一层 漠然虚空一撞 那第一层轰的一声崩溃 露出了旗内完整的警帽 那漆黑的铠甲 在第一层碎石卷动下 幽光闪烁 散发出诡异的光芒 这铠甲本尊守候 你归宗何时认为 有资格来取 便亲自寻老夫取走 旋罗大天尊平静话语中 那铠甲似被一股五行之力抓住 直接飞起 临近旋罗 在其面前消失后 旋罗冷横一声 转身一步走向天空 慢慢无影 还没到你们离去的时候 做好你们该做的事情 旋罗的声音 在其离去后 悠悠回旋五行星 传入众人心身 直至旋罗离开很久 那马兴老者 才神色复杂地站起身子 其余之人陆续起身 那云一风咬着牙 抬头望着旋罗离去的天空 神色极为阴沉 早晚有一天 我也会成为大天尊 成为第十个太阳 云一风握紧了拳头 四周一片沉默 许久 那马兴老者长叹 回头看了一眼四周 神色极为暗淡 怕了 我等在这里筹划至今的计划 已经没有成功的可能 即便是我们有必胜的把握 有他在 我们也无法去完成 马兴老者缓缓开口 那云林遇他一路 但从他们没有同时出现 以及那云林方才的神情来看 他似乎并不知晓 这玄罗大天尊的存在 如此一来 玄罗大天尊不让我们离去 其目的就已然明显了 林遇风沉声道 他能成为归宗核心弟子 更是归宗骄子之辈 甚至连那玄罗都对其很是赞赏 心智自然极高 与云林几乎相差无几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尔登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